一个中专生哪来的背后高人指点 他能抄谁的 谁又会给他抄呢 承认他优秀有这么难吗 前几天还在跟朋友一起聊江平 网上明明都是一片夸奖 一片正能量的评论 可没想到今天一打开手机 发现这位17岁的天才少女 竟然塌房了 看到各种质疑和诋毁他的评论 有说他考试作弊的 也有说他根本不是什么贫困家庭 规律贫困人设 欺骗网友 甚至还有人对他的颜值支支点点 说他作弊的网友 理由就是这个初赛是开券考试 江平肯定是利用在网上找答案 和背后有人指点 才拿到这样的好成绩 根本就不是他自己的真实实力 说这句话的网友能不能做点功课 一个中专生哪来的背后高人指点 整个学校最牛的 也就是他的老师王润秋 大乔这次呢 也是跟江平呢一同参加了比赛 但是只拿到100名开外的成绩 就这个成绩也是非常不容易拿到的 是王润秋老师参加了三次的最好成绩了 所以江平他能抄谁的呢 他的成绩排在是第12名的位置 往前看11名 哪怕你在往后看50名 随便找一个都是出的什么 清北呀中科院啊等等 国内知名高校 还有国外的一些名校 他能抄谁的 谁又会给他抄呢 承认他优秀有这么难吗 尤其是当我看到这个排名表的时候 真的被惊讶到江苏联水中等专业学校 放在这些名校里 确实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一个学习服装的中专生 能有这样的成绩 也验证了一句老话 是金字在哪都会发光的 还在江平后面的第13位 刘奔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人吧 在他身上有着 无数个值得他炫耀的光环 还曾被很多网友称为神童天才 各种数学竞赛 拿大奖拿到手软 现在是中科院的一名博士 能排在刘奔的前面 你就能理解在江平的努力之外 他的数学天赋是有多牛了 再一个就是网友说 江平是立贫困出生的人设去博眼球 那么这些人能不能去看一下 有人去到江平家里采访的视频 再说话呢 他的爸爸一直在外面打工赚钱 他的姐姐也是同时在打三分工 而他的家居住的那个条件 也是非常的简陋 就是图片这样 到现在居住的还是个土房子 多么真实的事实就摆在面前 根本就不是网友所说的虚假人设 我还看到有媒体说 他家到现在还是个低保护 当初没有选择去读高中考大学这条路 也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 读中专学服装专业 是因为在江苏他老家比较容易就业 说实话我看到这些网友很不好的一些留言 非常的生气 但希望江平呢他不要去关注这些 因为他将还有一场更重量级的决赛要迎战 据说决赛射题的难度可对标全球顶尖数学专业的博士资格考试 不管江平到时候有没有成功拿到好成绩吧 他都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 也请各位对这个17岁的小姑娘口下留情 我倒是希望那些名校能够看到这位天才少女 让她能够去更好的平台去发挥自己的才华 用自己的知识去改变命运 让自己和家庭摆脱贫困 也让一直为她超劳的父母 还有她的姐姐过上好生活